第五十七章 紫荆往事与三大神兽 天罚究竟是什么? 叶音竹忍不住问道 从紫的目光中 他完全能够看出 在那次的天罚中 比蒙一族受到了怎样的伤害 紫的情绪明显有些激动 是碰撞 来自东方的碰撞 一块体积巨大 不下于我们原本大陆的另一大陆 从浩渺无边的海洋飘来 与我们现有的大陆 发生了剧烈的碰撞 叶音竹惊呼道 你是说 现在的龙旗努斯大陆 竟然是两块大陆碰撞后 才产生的吗? 紫沉重地点了点头 天地失色 日月无光 那一次的碰撞 带来了无比巨大的灾难 以碰撞的位置为中心 不知道多少个族 生物灰飞烟灭 即使是最强大的晋咒 也无法与那碰撞一刻 产生的爆发相比 在那剧烈的碰撞下 天地仿佛被撕裂了 一道巨大的天之裂痕 出现在两块大陆 碰撞的核心位置 无数一种敌人 从那裂痕中冲出 对我们这些原本的生物 开始了疯狂的徒漏 一种生物? 那是什么? 子苦笑道 我的祖先称 它们为死灵 它们似乎并没有生命 也不畏惧死亡 甚至不知道何为伤痛 它们的个体实力 并不如何强大 但是 数量之多 却仿佛无穷无尽一般 最可怕的 是它们带来的瘟疫 任何种族 都无法抵挡瘟疫的侵蚀 它们的出现 就像死亡光环一般 一圈圈向外扩散 所到之处 寸草不生 它们统一的特点 就是绿色的眼睛 对于这些一种生物的 记载非常少 祖先留下的记忆 只有它们那充满死寂的 绿色眼睛 和身上散发出的瘟疫绿物 很快 瘟疫散布地范围 就已经达到 两块大陆总和的四分之一 各族生物死在它们 侵蚀下的不计其数 那时候 所有种族都恐慌了 面对这种毫无理性的死灵 原本敌对的 比蒙和龙族 用最快的速度结成联盟 联合原本龙旗 努斯大陆上所有的种族 向它们发起全力的攻击 我们绝不能让那瘟疫再蔓延 让死灵占领我们的家园 从子的述说中 叶阴主 仿佛又看到了 当初那恐怖的一幕 看到了无数异形生物 冲击着大陆 而比蒙和龙族 则带领着大陆上的所有民族 向它们发动着最后的冲击 数以万计的巨龙和你们 就是在这一战中 子有些艰难地点了点头 在战斗中 我们突然发现 那些死灵侵蚀的 并不只是我们一块大陆 还有那块撞击上来的东方大陆 而东方大陆对死灵的狙击 居然比我们更加猛烈 在一种没有翅膀 却能够在空中自由翱翔的 巨大金色生物带领下 东方大陆中 无数身穿金色盔甲的战士 朝死灵们发动着一波 又一波猛烈的攻击 后来我的祖先才知道 那种没有羽翼 却能够在空中飞行的金色生物 也被称为龙族 属于东方的龙族 而那些东方人类 则自称为龙的传人 龙地传人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 叶阴烛内心深处 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 从这些东方人身上 我们才明白 原来人类还可以这样战斗 他们有着强大的斗气 和无比华丽的技巧 不知道比我们这边 根本不属于战斗序列的人类 强了多少 就是东方巨龙 与东方人的组合 竟然比我们这边的配合 还要出色得多 当我们还在与敌人苦苦周旋 眼看就要抵挡不住的时候 他们竟然已经用搏命的战法 将死灵逼得节节后退 是他们挡住了绝大多数敌人 凭借着视死如归的勇气 拼尽全力与死灵周旋 他们的伤亡数量 更是远在我们之上 东方的巨龙 才是真正的龙啊 和我们那些像非蜥蜴一样的家伙相比 他们不知道要强大多少 他们才是这场毁灭战争中 真正的主力 那个东方大陆 有名字吗 还有那些东方人类 他们有什么特点 叶音竹几乎是下意识地 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子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道那片大陆被他们的原住民称为东龙大陆 那片大陆也只有一个国家 名叫东龙帝国 什么 你说什么 东龙帝国 叶音竹眼中光芒连闪 东龙帝国 那这东龙帝国和自己所在的东龙八宗会有什么关系 子点了点头 道你想的没错 如果我猜的正确 你们东龙八宗 很可能就是东龙帝国的后人 因为 东龙帝国的原住民 最大的特点就是统一的黑发黑毛 而那时 我们原本的大陆上 人类的发色虽然多种多样 却并没有黑发黑毛的存在 可以说 只要现在大陆上是黑发黑毛的人 都应该是东龙帝国的移民 叶音竹突然上前一步 用力地抓住子的肩膀 后来呢 那场毁灭战争怎么样了 东龙帝国既然能够在那样的战争中 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为什么现在他们却 子道 后来 在比蒙 龙族 以及东龙帝国的努力下 死灵终于被压迫到天之裂痕的封印处 但是 他们的数量依旧仿佛无穷尽一般 不断从裂痕中涌出 每一天 都会令我们的人大量伤亡 而各族都已经伤亡惨重 像我们这些主战的种族 剩下的数量都极为稀少 而且大多数还感染了瘟疫 再这样下去 一旦我们阻挡不住 他们从裂痕中冲出 那么 大陆就将重新被他们占领 并且再没有反击的机会了 眼中闪烁着崇敬的光芒 子郑重地道 我的祖先对那一段的记忆非常深刻 就在那万分危机的关头 是东龙帝国最后剩余的那47条金色巨龙 腾空而起 用他们全部的力量与光辉 将天之裂痕转移到地面上 用他们那巨大的身体 化成填补裂缝的封印 以生命的代价 彻底结束了这场毁灭战争 而那时候 东龙帝国剩下的勇士 只有不到十万人 那是一片大陆最后的剩余呀 所以 虽然我们比蒙一族极为讨厌龙族 但是 对东方巨龙 却只有最深的崇敬 是他们 挽救了大陆 挽救了我们所有的种族 东方巨龙 这四个字深深的烙印 在夜阴烛脑海之中 龙的传人 自己就是 他们的后人吗 说完这些 子的语气 突然变得愤怒起来 毁灭战争虽然结束了 但龙其努斯大陆的争端 却远远没有完结 从四十七东方巨龙 勇士封印起天之裂痕的 那一刻开始 我们的大陆 进入了一个 足有万年的混乱时期 而这混乱时期 就是从神圣巨龙 诺克西的偷袭开始的 那个卑鄙的家伙 眼看着外来的敌人 已经没有任何威胁 突然毫无预兆地 偷袭了我的先祖 当时的紫金比萌王 那时 几乎所有的种族 都已经筋疲力尽 谁能想到 自己背后的盟友 会在这胜利的一刻 突然偷袭呢 在猝不及防之下 我的先祖 被神圣巨龙诺克西 全力一击 轰击地灰飞烟灭 但是 先祖临死时的反击 也重创了他 刚刚停止的战斗 又一次开始 本已是酒皮之师 在经过这最后的洗礼 剩余的笔蒙和龙族数量锐减 当那混乱的战争结束时 不知道有多少族人 尸骨无存 我们回来已经变成 冰天雪地的极北荒原 而龙族也回到了西方 混乱时代正式来临 正是因为这样 我才会戴紫荆一族 感谢你将诺克西彻底地毁灭 叶阴竹追问道 那东龙帝国人呢 他们怎么样了 子叹息一声 道 毁灭战争 对东龙帝国的打击 实在太大了 仅存的十万人 也有大部分受到了瘟疫的感染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他们的数量只是不断减少 根本没有力量去修复被毁灭的家园 而就在这时 我们西方的人类 却从混乱时期开始崛起了 不知道是否受到东龙帝国人的影响 还是他们早已经隐忍多年 在短短千年的时间内 他们的人口数量骤增 要知道 不论是我们鼻猛还是龙族 繁殖能力都非常差 即使是亚龙也不例外 至少和人类比起来要差得太多太多了 在毁灭战争的时候 西方人类甚至连当炮灰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他们一直隐匿在后方 并没有受到多少伤害 经过千年的努力 他们迅速发展起来 建立了西龙帝国 因为我们寿人远在寒冷的极北荒原 对他们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所以 他们也并未踏足我们的地盘 但他们却与龙族结成联盟 开始了对整片大陆的侵占 而他们的目标 除了原本的西方大陆以外 自然还有因为撞击而融合的东龙大陆 而那时 东龙帝国人才刚刚恢复了一些生气 人口数量达到了近千万的级别 战争又开始了 这次是属于人类之间的战争 可怜东龙帝国失去了护国神龙的庇佑 又不擅长魔法 只凭借着华丽的斗气 就算他们实力强大 在数量绝对劣势 对手又拥有西方龙族的辅助下 只抵抗了百年 原本的东龙帝国就已经沦陷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东龙帝国不是在毁灭战争中 拯救了所有西方的种族吗 为什么西方人还要去侵占他们的家园 怒火在胸中燃烧 叶阴竹抓住子肩膀的手不自觉地用力 子却并没有挣脱 任由他抓着 脸上甚至没有流露出一丝痛苦的神情 苦笑道 同是天涯沦落人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但是 面对利益 面对肥沃的东方大陆 你以为西方人会任由东龙帝国 恢复元气发展下去吗 不 他们不会的 如果东龙帝国发展起来 或者再出现东方巨龙 那么 他们又该如何呢 所以 他们发动了侵略 东龙帝国彻底灭国了 只有少量的东龙人逃脱了出去 东龙帝国留下的众多文化遗产 都被西龙帝国所吞噬 转化成了他们自己的东西 如果没有当初东龙帝国那些文明 现在的人类也不可能发展到 凌驾于任何种族的地步 甚至连龙族也无法与他们抗衡 听着紫的话 叶阴竹眼中的怒火逐渐平复下来 缓缓松开了抓住紫的手 但是他的冷静看在紫眼中却不禁有些担忧 他知道 阴竹因为自己的讲述 原本纯净的心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紫 我没事 你继续说吧 我想知道全部 叶阴竹的心很冷 甚至比这极北荒原的空气还要冰冷 紫道 西龙帝国虽然在毁灭东龙帝国这件事上非常卑鄙 但是 他们也并不糊涂 你知道西龙帝国凭借什么最后战胜的东龙帝国吗 是魔法 魔法师从那时候开始就已经成为了现在人类中最高贵的存在 那时候 西龙帝国虽然成为帝国 但却并没有帝王 而是由元老院来统一管理 元老院的每一位成员都是强大的魔法师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了后来西龙帝国的分裂 而元老院 也就是法兰的前身 法兰七塔地前身 当西龙帝国一统大陆后 元老院立刻宣布法兰那片所谓的神圣之地成立 其实 法兰境内 就是当初四十七金龙封印天之裂痕的地方 而法兰七塔 也就是为了更好地镇压住天之裂痕 使封印更加稳固 元老院挑选出七名七系最强大的魔法师 成为了第一代塔主 虽然现在龙齐努斯大陆是八个国家 但是从某种意义来说 西龙帝国并没有毁灭 真正的权利还是掌握在法兰手中 也就是当初的元老院手中 不论哪个国家 就算是最强大的米兰 也不敢违反法兰七塔地命令 这还是叶音竹第一次听说大陆各国的历史 他在皇家图书馆的时候 也曾经试图寻找过关于历史的书籍 但那些书籍都是从现在大陆各国开始写起的 似乎龙齐努斯大陆诞生以来 法兰就已经存在了 此时从子口中 他才知道了所有的前因后果 但是 为什么爷爷他们不告诉自己呢 是因为自己还不够强大吗 子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那你呢 你又为什么会出现在碧空海 子道 我们兽人撤回到极北荒原之后 也开始了自己的发展 恢复元气 有一点和人类与龙族很像 我们比猛一族虽然繁衍缓慢 但其他的普通兽人繁衍速度却非常快 随着时间的推移 渐渐占领了极北荒原全境 也发展成了分别以雄人 狮人 虎人为基础的三大种族 由于数量上的全面优势 我们比猛族不再占据主导地位 但由于我们拥有强大的实力 却依旧在兽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兽人这三大种族对我们依旧非常尊敬 龙族地神圣巨龙 是由普通巨龙修炼可以达到的 但却极其困难 可他们拥有着悠长的寿命 这么多年以来 龙族之所以没有神圣巨龙出现 恐怕就是因为诺克西没有彻底死亡的原因吧 或许 在不久的将来 就会有另一只神圣巨龙出现 而我们笔蒙却不一样 既不是通过普通笔蒙修炼 也不是通过交配繁衍 紫经笔蒙的寿命大概在千年左右 当上一代的紫经笔蒙死亡之后 一般过千年之后 就会有黄金笔蒙的后代产生变异 出现新的紫经笔蒙 和神圣巨龙一样 紫经笔蒙也只有一个 在兽人三大种族 也就是他们所谓的黄族祖训中有这么一条 一旦紫经笔蒙出现 那么 它就是所有兽人的主宰 兽人三族要无条件地奉行它的命令 在兽人三族刚开始崛起的时候 这条祖训还能很好的执行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他们自身实力的不断发展 这条祖训却渐渐不被接受了 这三大种族分别掌管着 极北荒原三分之一的地狱 各自拥有一大要塞为天然屏障 谁愿意听从别人的命令呢 于是 紫经笔蒙不再成为兽人的共拥王者 反而成了兽人三族底之地对象 在我之前的几代紫经笔蒙 几乎都在降生不久 就被兽人三族秘密杀害了 所以 龙族没有神圣巨龙出现 兽人也没有再出现过紫经笔蒙 说到这里 紫眼中再次流露出痛苦的神色 是自私令兽人受到了最大的限制 紫经笔蒙 不仅是笔蒙中的最强者 同时也是笔蒙中的智者 那些目光短浅的兽人根本不明白 没有紫经笔蒙的带领 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走出极北荒原 永远都无法和龙族抗衡 我们紫经一族的成长需要时间 百年方能拥有紫经一族真正的实力 成为十级魔兽 但这百年的成长 却成为了我们的梦魇 我出生以后和普通笔蒙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随着年纪的增大 别的比蒙孩子身体都快速地生长 但我却变得越来越像人类 不但身体不增长 甚至连头发和眼睛也开始变成了紫色 当我通体呈现出紫色的时候 立刻就被雷神部落的酋长发现了 他第一时间派人来抓我 试图将我毁灭 幸好一位曾经受过我家大恩的叔叔 得到了消息 趁着父母抵抗雷神酋长派来抓我的人时 悄悄地将我救了出来 他用他那和我身材差不多 刚刚两岁的儿子 全身沾染上紫色的染料代替了我而死 他原本想将我养大成人 扶助我成为兽人之王 为了保护我 也为了不连累其他人 他没有将我还或者的秘密告诉任何人 后来 他在一场与人类的战斗中死去了 没有了叔叔的保护 已经15岁的我不敢再停留在兽人境内 甚至不敢去联络我在比猛族中的亲人 因为我不想连累任何人 最后只得偷偷地离开了雷神部落 进入了人类的世界 淡淡的伤感和愤怒在子的眼中闪烁 那时候我就想 距离雷神之锤要塞越远 自己就越安全 当我完全成长起来之后 才会再回来拿到我应有的一切 所以我就去了南方的阿卡迪亚 当我到达碧空海的时候 正好听到了你的琴音 于是我就留了下来 小时候的我 身体成长非常缓慢 所以当你看到我的时候 表面上我和你的年纪看上去差不多 我们子经比萌一出生就是人形的 只有成年之后才能幻化成本体 使用自己强大的力量 令我没想到的是 原本还有八十多年的成长时间 竟然在碧空海中大大的缩短 你那神奇的琴曲 竟然对我的生长 有着极好的促进作用 十年的时间 在你的琴曲帮助下 我的成长竟然相当于 原本超过五十年的努力 所以 现在我已经拥有了 相当于七级魔兽的实力 只要给我一定的时间 让我真正成长起来 那么 紫荆比萌是不可阻挡的 叶音主恍然道 原来是这样 难怪你那时候 每天都来听我弹琴 那我以后有时间就弹琴给你听 帮助你更快地成长起来 紫刚义的面旁流露出一丝笑容 在签订同等本命契约之前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我只是想利用你而已 但是 我却没想到 你竟然毫不犹豫地 将自己一生中 唯一一次签订契约的机会给了我 那时我才明白 你将成为我一生最好的兄弟 阴竹 原谅我对你的隐瞒 我也是迫不得已 作为受人追杀的对象 我必须要保护好自己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的存在 不论是龙族还是兽人 一旦发现我 都会在第一时间将我毁灭 叶阴竹正色道 我们是兄弟 你的苦衷我能够明白 子 你一定受过很多苦吧 子用力地摇了摇头 悍然道 那些都已经过去了 阴竹 我们有了同等本命契约之后 即使你不在我身边 当你弹琴的时候 我的力量也会受到影响 何况你的同等本命契约 对我的精神力增长 有着极大的好处 成长速度进一步加快 不出十年 我就能够达到 子经笔蒙的成年状态 阴竹 现在我的事 已经全都告诉你了 我需要你的帮助 叶阴竹点了点头 道 你说吧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 我们兄弟之间 不需要客气 子道 兽人三族现在的势力 已经极为强大 虽然我登高一呼 或许能够得到 所有比蒙族人的支持 但是 我们比蒙的数量 还是太少了 蚂蚁多了还能咬死大象 更何况兽人的实力 已经非常强大 一旦发生内战 便宜的只能是 那些人类和龙族 所以 我虽然一定要成为兽人共主 得到我应得的东西 但是 我却不想在将来发动大规模战争 所以 但是我比蒙一族 还是不够的 我需要更多的支持 叶阴竹想了想 道 子 你现在的这些手下 大约有十分之一的比蒙巨兽 虽然我肯定是帮你的 但我们的力量还是太单薄了 如果想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 就得到所有兽人的效忠 那么 你就必须要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才行 达到十级魔兽是必须的 我建议你不要操之过急 否则反而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麻烦 那三族已经统治了兽人这么多年 势力根深蒂固 想要推翻他们的统治 我们还要从长记忆 听了阴竹的话 子不但没有觉得他是在推诿 反而赞同地点了点头 阴竹 你真的长大了 你说得不错 想要成为兽人公主 我需要时间 而且 但是我们比蒙一族是不够的 我不仅需要你的支持 也需要兽人的支持 所以 我这次 想请你和我一起到 极北荒原深处走一趟 寻找一些我祖先的伙伴 如果他们肯现身支持我的话 当我成年之后 兽人三族酋长就算在强势 也绝对不敢和我们抗衡 叶音竹道 要我做什么你就说吧 不过 我现在还在学院上课 不能说走就走 你能不能等我这个学年结束后再行动 米兰魔舞学院的学制是五学年 每年的秋季开始上课 一直到春季结束 而最热的夏季则是休息时间 大概还有一个月左右就要放假了 之后我有四个月的时间可以陪你 子点了点头 道 当然可以 我现在只是和你商量一下而已 坦白说 我对这次去寻找他们也没抱有太大的希望 叶音竹好奇地问道 你究竟要寻找什么样的兽人呢 子道 即使是我们比猛最强盛的时期 数量也不过两万余 之所以能够与十万巨龙抗衡 就是因为我们还有着强大的盟友 与龙族只有一个十级的神圣巨龙不同 我们兽人在毁灭战争时期 一共拥有四个十级魔兽种族 以子经比蒙为首 共称为四大神兽 我要寻找的 就是其他三类神兽帝后人 四大神兽共同出面 又怎么是现在的兽人敢于违背的呢 三大神兽 他们也像子经比蒙一样强大吗 我听诺克西提到过 他好像说 虽然兽人族还有其他的十级魔兽 但是都有缺陷 无法和子经比蒙相比 子点了点头 道 这一点诺克西说的没错 但尽管有缺陷 他们却依旧是十级 十级是魔兽与神兽之间的划分界限 达到了十级 那是完全另一个概念 除了我们子经一族以外 剩余的三大神兽 分别是排名第二的战争巨兽 第三第三岭巨人和末尉的金甲晋虫 其中 战争巨兽有的亦可定天下之称 它的防御力 即使是成年的子经比蒙和神圣巨龙 也远远无法相比 身体之巨大 如同山岳行进一般 简单来说 兽人族的三大要塞虽然坚实 但如果有一位战争巨兽在 不需要任何兵种地配合 他就能够轻易地攻破要塞的城墙 所以 战争巨兽又被称为堡垒破坏者 但它们的缺陷也和力量同样鲜明 首先是缓慢的速度 其次是攻击手段的单一性 战争巨兽拥有的唯一攻击力量 就是冲撞 而且只是正面的冲撞 叶音竹惊讶地道 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冲撞 就能够拥有十级神兽的级别 紫薇薇一笑 道 如果你见到真的战争巨兽 就不会有这种疑问了 它的防御力 连我都会觉得恐怖 那是不死战神 即使是全盛时期的紫荆 比萌想要杀死一只战争巨兽 也需要不断地攻击它一个月 才有可能将它毁灭 晋昼对于战争巨兽来说 和脑痒痒没有什么区别 绝对坚实的防御 和无可抵挡的冲击力 就是它们成为十级神兽的原因 你想想 军队或许是灵活的 可以躲过战争巨兽的前冲 但任何城市却都是死物 只要拥有战争巨兽 那么 所有地防御设施 将完全失去效果 听了紫队战争巨兽的介绍 叶阴竹不禁被勾起了兴趣 那另外两种十级魔兽呢 它们又有什么样的能力 紫道 山岭巨人 又称为石巨人 或者独眼巨人 它们拥有的抗性皮肤和钻石皮肤 被称为魔法杀手 对任何种类的魔法完全免疫 包括精神系法术 譬如你的琴曲 就算再强大 对它们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而它们的物理防御力 虽然没有战争巨兽那么恐怖 但也十分惊人了 每一位山岭巨人的身高 都超过50米 它们的缺点和战争巨兽 有些类似 但速度要比战争巨兽快上一些 如果说在龙奇努斯大陆上 谁才是终极的重装步兵 那无疑就是山岭巨人了 它们的力量极为恐怖 一位山岭巨人 可以轻松地打倒四只 黄金笔蒙的围攻 而且 它们还有一种特殊的攻击手段 名叫雷霆之眼 能够在瞬间从独木中发出一道霹雳 使空中的敌人无所遁形 山岭巨人的弱点 就在它们的独眼上 想要击败它们 需要拥有强大的物理攻击能力 直接攻击它们的独眼才行 不过 以它们的实力 对自己的独眼保护自然十分周密 现在的雷神之锤 要塞所信奉的图腾 其实就是山岭巨人的先祖 它们直接称山岭巨人为雷神 所以 如果我能得到山岭巨人的支持 首先就能解决雷神部落的问题 而刚才我所说的战争巨兽 则正是战神部落的图腾 你现在明白 我为什么希望得到 这两种神兽的支持了吧 叶音主点了点头 道 那排名最后的金甲进虫呢 它又有什么强大的实力 子道 金甲进虫 是所罗门部落的图腾 和战争巨兽 与山岭巨人相反 它的主要能力 不在防御上 虽然身体足有十米长 而且覆盖着一层绚丽的金色甲皱 但其实 它们的防御力 却差得很 而且移动速度 甚至比战争巨兽 还要缓慢得多 一旦对它们发动强大的攻击 很容易将它们毁灭 但是 千万不要小看金甲进虫 如果在战争中 能够合理地运用它的能力 杀伤性甚至比战争巨兽 和山岭巨人 还要恐怖 金甲进虫的能力 只有一个 那就是发射元素弹 那是一种混合了斗气 与魔法元素的特殊攻击性力量 拥有着最纯净的元素爆炸力 不属于任何一系魔法 即使是山岭巨人的防御 也无法完全免疫 一只金甲进虫经过十天 对外界元素的吸收 能够发射三发元素弹 是顺发 而且可以根据它们 强大的实力 对目标进行追踪 覆盖范围超过三十公里 精确打击对手 每一颗元素弹的威力 都相当于半个进咒 而覆盖范围 却相当于两个进咒的水平 记得上次 银龙和黑龙进咒碰撞覆盖范围吗 金甲进虫的元素弹 覆盖范围就和那个差不多 只是威力比不上而已 由于它所拥有的斗器 与魔法融合特殊性 任何抗魔抗物理攻击的防御物品 对它都没有任何抵抗效果 可惜 当初在与龙族之间的 战斗我的祖先 不敢轻易让金甲进虫出马 因为一旦它一出现 立刻就会成为龙族 不惜代价全力狙击的对象 听了此的话 叶音竹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30公里长度的攻击半径 超过10里的覆盖范围 对顶级的强者 或许打击力度有限 但如果是面对军队 那绝对就是血洗啊 而且还是顺发三颗 不愧是十级魔兽 虽然防御力低下 但攻击实力也确实变态 此时连叶音竹 也不禁有些期待着 去寻找这三种神兽了 它们的实力用恐怖 已经无法形容 子 那你知道 它们现在生活的地方吗 子叹息一声 苦笑道 如果我知道 也就不会烦恼了 我甚至不清楚 它们是否从上古时期 一直存活下来 要知道 当初它们在毁灭战争的损伤 更加惨烈 而且数量虽然不像我们紫荆 笔蒙只是唯一的 但也从没超过一个巴掌的数量 天知道它们还是否存活 祖先留给我的记忆中 只有它们的样子和能力介绍 却并没有它们生活在什么地方的指示 在极北荒原深处 生存着许多强大的魔兽 兽人也不敢轻易前往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 在那里能够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吧 不过 三大部落对它们图腾的寻找 就从未停止过 这么多年都没有消息 我对自己的寻觅 也并不感到乐观 也只是碰碰运气而已 如果能够找到其中之一 对我今后的帮助 就已经是巨大的了 作者 唐家三少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